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当然了,这本书出版的非常早 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不太能找得到真正的原版 因为原版的话就是已经没有了 那他这个书我看一下是哪一年呢 是这个61 就是12加61 1973年版的就是这个 针灸别传其学籍 这个是香港一个叫庄玉民的医生 然后他出版的这样一本书 当然啊,这个 虽然是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学懂事齐学的人 然后对这个人,以及对这本书 这个有很多看法 当然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关于这段公案我也知道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 然后为啥我这样讲 因为如果没有1973年 然后庄玉民去台湾学董老先生的那董事齐学 然后拿回来以后直接自己发表了一本书的前提下 咱哪里有这个《董事争经齐学》 《董事争经齐学学》这本书呢 因为就是因为直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就说是董老先生直接就是等于说 这个庄玉民就是说 这个带着董老先生的东西回香港来帮他出版 那但是回香港了以后 他是出版了 但是他压根直接不提 他学的是董事齐学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董老先生为了以正式听 跟他的弟子袁国本先生合作了这本 《董事争经齐学学》 所以说咱得感谢庄玉民医师 如果他没有写这个《针灸别传齐学集》的话 那咱还没有机会去看到 就是这个《董事针灸正经齐学学》这本书 这个其中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这世上任何的事情啊 它都是两面的 它并不是单向的 好 无量天尊 那么看 感谢观看